注意看,两只小鸟在啄窝里刚出生不久的幼鸟,究竟发生什么事了? 让小鸟做出如此举动,鸟妈妈外出觅食,只留下刚出生不久的幼鸟在窝里。 幼鸟被爬进窝里的蚂蚁咬得发出痛苦的哀嚎,幼鸟就要死在蚂蚁手里了。 觅食归来的鸟妈妈看到这一幕,赶紧把抓来的虫子放在一边。 鸟妈妈用嘴啄着窝里的蚂蚁,她意识到靠自己的力量太慢了。 她飞离窝边,发出求救信号,叫鸟爸爸回来帮忙。 鸟爸爸阻断蚂蚁的退路,鸟妈妈清理窝里的蚂蚁。 我们为鸟父母点赞,使他们拼尽全力,呵护孩子的周全。 平安吉祥,打在评论区位,幼鸟们祝福。 同时也祝愿刷到的家人朋友们,裁员广进,家庭幸福美满。 鸟妈妈太累了,让她休息一下,鸟爸爸清理窝里的蚂蚁。 好险,一只幼鸟差点被鸟爸爸弄掉下去,还好有惊无险。 鸟爸爸太不小心了,鸟妈妈担心孩子们再出什么意外,顾不上休息,陪着鸟爸爸一起清理窝里的蚂蚁。 我们要感恩父母,使他们把我们带到了这个世界上,为我们遮风挡雨,给了我们无私的爱和关怀,却不图回报。 谢谢他们把所有的爱都给予我们。 鸟父母还在努力地清理着窝里为数不多的蚂蚁。 相信在他俩的不懈努力之下,窝里的蚂蚁一定可以被全部清理干净的。 窝里的蚂蚁被清理得差不多了,鸟爸爸去寻找食物。 鸟爸爸把捉到的虫子给鸟妈妈。 鸟妈妈带着虫子回来了。 鸟妈妈把虫子喂到用鸟嘴里给它吃,仔细检查着窝里是否还有没被清理干净的蚂蚁。 确认窝里没有蚂蚁后,鸟妈妈这才守护在孩子们的身边。 鸟妈妈时刻警惕着,生怕又有蚂蚁来伤害自己的孩子。 时刻想着孩子的安危,真是伟大的妈妈。 爱心传递,祝你平安幸福。 感谢观看,喜欢的朋友点赞,收藏,我们下期再见。